其实初代奥特曼的第一次登场根本就不是在TV剧中 而且初代的皮套演员古古米也差点两次丧命于奥特曼的拍摄现场 相信资深一点的奥秘都看过这张照片 照片中奥特曼和他的创始人远古英二站在一起 但你们知道当时远古英二对奥特曼说了什么吗 其实当时远古英二对初代的皮套演员古古米 说了一句影响他一生的话 就是给孩子们梦想做正确的事 而就是这句话 使古古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奥特曼的拍摄 但由于过于敬业 导致古古米两次差点丧命于片场 本期二维就给大家继续盘一盘 初代奥特曼的背后那些你不知道的心酸故事 1966年当奥特曼的皮套和皮套演员古古米 以及人间体演员黑布镜都确定好以后 奥特曼的拍摄也正式启动 不过当拍摄刚开始的时候 剧组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那就是给奥特曼的胸口加上彩色计时器 大家要知道 一开始陈田恒设计出来的奥特曼 不仅眼部没有窥视孔 就连胸口也没有计时器 因为陈田恒认为 奥特曼作为一个究极生命题 是不应该有弱点的 但编剧《金城哲》负责认为 加上计时器 一来可以用英雄的作战时间限制 提升战斗的紧张感和刺激感 二来可以减少初代的登场时间 来节省剧组在皮套保养上的开支 大家要知道 当年初代的皮套造架可不便宜 最终陈田恒妥协了 给初代加上了计时器 所以最新上映的新奥特曼电影 其实就是还原了 当年陈田恒最早的 没有计时器的构想 那你们知道 为什么初代被安装上计时器后 到了三分钟必须要闪烁红灯吗 其实这个创意 当年是导演《袁古一》 和编剧《金城哲夫》 想了很久才想到的点子 因为当年很多人看的都是黑白电视 所以如果计时器不闪的话 根本就区别不出来 初代的计时器是处于什么状态 于是为了方便大家区分 并且营造紧张的氛围 于是才有了三分钟后 即时器会闪烁红灯的设定 为什么说 初代第一次登场 并不是在TV剧中的 首先大家要知道 奥特曼作为接到奥特Q的新节目 最早预定是在 1966年7月17号开播第一集 本来在拍摄时间上的 《袁古一》是完全有把握 准时上映奥特曼的 但是当年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TBS电视台 突然要求将全集28话的奥特Q 提前在27集打结局 而这样一来 奥特曼的上映时间 就被提前了整整一个礼拜 可如果为了追赶进度 就草草完成初代第一集拍摄的话 这样作品质量肯定就得不到保障 于是思来想去 《袁古》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7月10号这天 先不放奥特曼第一集 而是先放一集超前典映的舞台剧 于是1966年7月9号 《袁古》因而带着所有主创人员 以及怪兽和科特队 来到了山命宫会堂 而此时的会堂里 早已坐满了观众 他们等待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节目开演 而这个节目 就是准备明天在电视台放送的 《奥特曼前夜季》 而随着科特队 以及怪兽陆续登场以后 这场前夜季的表演 却状况买出 因为由于流程不熟 现场的演出可以说是一片混乱 而更要命的是 初代的第一次亮相 就吃了个大憋 大家仔细看 当初代从二楼亮相以后 就迅速的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可由于灯光太过于昏暗 这时候的初代 竟然直接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场面十分尴尬 不过这个画面 由于太过损坏奥特曼的形象 于是后来就被剪掉了 但从这里初代亮相的姿势 还是能看出来 当时初代确实是摔倒了 后来鼓鼓敏回忆这一幕是 依然觉得戴着面具上舞台 简直就是作死啊 不过即便如此 当时的观众们 还是被这吸引的剧情 和奇特的造型吸引的连声叫好 现场可以说是热闹非凡 空前火爆 最后上台的远古鹰 脸上也写满了成就感 而更令人吃惊的是 第二天前夜季一惊播出 就获得了30%的超高收视率 1966年7月17号 奥特曼正式首播 而第一集播出以后 也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但与此同时 有一个人 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这人就是初代的皮套演员 古古敏 为什么说古古敏 差点两次死在奥特曼的片场 奥特曼第一集播出以后 收视率高达34% 于是远古趁身追击 在怪兽的设计 巨型的编写 以及拍摄的构思上 都尽量要求做到完美 所以所有演制人员 就必须要打起12分的精神 而在这个过程中 最痛苦的就是皮套演员古古敏了 因为刚拍没几集 初代身上就着了两次火 在拍摄第13话时 因为现场有大量的爆炸着火的场面 因此 身穿皮套的古古敏 尽管已经非常小心了 但身上还是着起了火 不过好在及时处理 才没酿成大火 不过这也对古古敏 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但更让古古敏害怕的 其实还不是火 而是水 因为在一开始 拍摄奥特曼水中战斗时 水会不停地从窥视孔 和嘴巴流进面罩里 而这些不断进入的水 慢慢储蓄起来以后 有几次差点把古古敏给憋死 但不管有多辛苦 远古英二的那句 给孩子们梦想做正确的事 一直激励着古古敏到拍摄完成 不过由于剧组 每天为了赶进度 使得大家压力实在太大 再加上远古英二的身体 也每况愈下 所以这样下去 迟早有天会赶不上进度 于是无奈之下 远古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就是将预期拍摄一年的奥特曼 在39集时就提前结束 而这个决定 也让当年所有的人震惊不已 很多演员知道当天拿到剧本 才知道这是奥特曼的最后一集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初代最后会突然被杰盾打死 而杰盾又突然草草被射爆的原因 初代在收视率最高的时候完结 也成了所有人的一个遗憾 所以经过半年多的准备 奥特赛文问世了 70年1月25号 远古鹰二因病去世 享年68岁 本以为随着远古鹰二的丁世 奥特曼的时代会彻底结束 但因为老爷子生前一句不经意的话 却让奥特曼一直拍摄至今 现在的奥特曼 依旧保持着远古鹰二的初心 就是不管怎么打斗 都不能让怪兽流血 毕竟有孩子会看 所以不能给他们留下心理印 当然 艾斯可能违背了老爷子的祖序 虽说你确实没流血不假 但是你吓人 好的意思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欢迎大家指正补充 进主页带你了解更多奥特曼